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五点钟我们现场来了一位 应该讲说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是长期在媒体工作 可是后来转往学界发展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现在是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兼所长林赵珍所长 赵珍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为什么今天请到赵珍来呢 真巧 他一方面出版了一本 谈新闻在转利点上的一本 学术性的书籍 这书籍里面谈了很多 那么国内国外 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 就是传统的媒介 在网络数位网络 社群媒体的兴起之后 媒体的整个的挑战 包括报纸 平面报纸 还有包括电视台都一样 但是也很巧 刚好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总统 川普到了访问了中东之后 竟然引起了中东 八九个国家联合起来 现在通通跟卡杂断交 各位知道吗 在卡达的这个国家里 小小的国家里面 他竟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体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半岛电视台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里面有相装五件 这个意在配工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林造真所长来呢 就先从这边开始聊起 因为你在书里面也处理到这个半岛电视台 我们先来聊一下 半岛电视台当初选择在卡达立足 而且发展 为什么 别的阿拉伯世界不欢迎他吗 半岛电视台其实在卡达王室 那时候他的王子跟发起了一个和平政变 从他的父亲夺下政权之后 他觉得整个卡达要兴盛 就需要媒体 所以就由卡达王室出钱了 成立了半岛电视台 那时候时间是1996 也等于说他这个这个王族既然把爸爸给赶走了 他从他终究要做一点看起来很英明的事情 对对对 听起来像像那个玄武门之变的唐太宗 对那他那时候就有一点想说半岛可以像这个美国的CNN 可是事实上如果了解的人会发现他其实想走的比较像是英国的BBC 他想做中东的BBC 所以他其实不但有一些人员其实是跟BBC有一些关系 另外就是他的很多的新闻的伦理啊 或是运作的原则跟西方的新闻原则是一样的 你想要这个我利用这机会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 但我们常听到那个CNN 他强势嘛打开电视都看得到 但是呢BBC当然大家也不陌生 但是这两者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别吗 BBC当然他是一个公共电视台 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商业的目的 那BBC他本身有28个语言 所以他是真的international 他真的关注到非常多 那我想CNN他最关心的议题还是美国的议题 这是两者的差别 对而且CNN他现在很多议题是越来越软性化 你如果对很多中东的媒体来说 怎么可能去报说民众喜欢养狗啊 怎么样 感觉上会觉得CNN的电视比较像是 为了坐在沙发上吹着冷气的人 看的电视新闻 但是你如果看中东的很多新闻就会觉得很窒息 因为动不动就是有恐怖分子拿着枪 好像这样子在你的村落这样子经过 又或者是有很多的恐怖攻击 或者是有难民 就是说像这些事件都会让阿拉伯媒体 他其实是在报道的内容上跟美国媒体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令人窒息 也就是说他他是真正的在报道大事情就对了 对他觉得他这些事情是他们民族的苦难 是一个国家的悲痛 但是这些事情有时候可能CNN也了解 很多美国民众未必认为对这些问题有兴趣 好那就你的研究来看的话 半岛电视台虽然替阿拉伯世界在发声 可他在阿拉伯的国家里头受欢迎吗 他其实曾经非常受欢迎 那现在因为有非常多的媒体崛起 对他当然也会有一些批评 再加上伊斯兰教里面的不同的教派 那他们可能是就是说像卡达这边 都是比较偏逊尼派这一边 所以有些非就其他教派对于半岛 其实多少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那另外就是半岛 他其实在很多的意见上 他其实以他的新闻策略来说 他很愿意让一些反对者 运动者 阿拉伯之春的这个民主革命者 都让他们说话 所以他也会因此得罪很多人 可以这样听起来话 他其实还蛮坚守的一个媒体 就是一个比较公共平台的感觉 他就是自认为自己是中东的公共领域 所以他会觉得说我要让这一边跟对立的另外一边都有发生的机会 但某些人也会批评他说你虽然这样讲 可事实上你还是让这个对立的那边有更多发生的机会 会觉得半岛其实是在让一些异议之声 就是有一个是他们的舞台 包括他曾经让宾拉登这样子的访问 当时小布希总统不是气得要死吗 是所以就是美国人就会不相信半岛电视台 然后半岛在美国社会其实是也比较困难 可是实际上半岛在 我觉得他在英国欧洲也好 或说在阿拉伯世界也好 以及他其实也努力的在美国社会不断的扎根 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个分布是在华盛顿 那只是在美国纽约的那个电视台的部分 那个已经关了 现在就变数位化 其他的话他们还是非常努力的在经营美国的市场 只是就是说半岛他所做的新闻呢 以英文台来说 因为他们有两个频道 一个是阿语的 一个是英语 但还有其他语言 那如果就英语世界来说 他们其实里面的很多的讯息 大部分还是美国社会的问题 那中东的问题比例已经降到很低 那这就让半岛的英语台 又被阿拉伯的民众认为说 你好不容易可以进入或接触到美国的听众 西方英语听众 可是你又不把中东的问题带给他们 但是英语台人会认为说 其实英语的观众并不想知道 或者是也不必知道这么深入的中东的问题 那所以半岛他的成立跟中东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全世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理解 那么错综复杂的中东的问题 也是半岛英语台 他在面对英语 讲英语的这些民众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非常的苦恼 好但是这里面有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为什么会有半岛电视台的出现 当然这个背后有着一个很强烈的阿拉伯人 需要一个自己的电视台 那所谓自己电视台并不说有电视台就叫自己的 而是说意思就是要替阿拉伯人来发声 让全世界听到真正阿拉伯的声音 而不是CNN的声音 好像美国人观点下的阿拉伯世界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这就牵扯到 你晓得媒体跟媒体竞争 就是有所谓的用东西专有名词来说 比较有所谓的霸权问题 比资源比你的覆盖率看的人多不多 这些都是一个较劲 可是很有意思 在林兆珍教授的这本新闻在转利点上 数位时代的新闻转型与聚合 这本学术性的书 但很好看的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点出了一个 大概全世界的媒体都碰到了尴尬 管你是传统的霸权 还是新崛起的霸权 你都碰到一个大难题 就是大家都逐渐的被数位媒体 自媒体 社群媒体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们待会慢慢来聊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大概已经有多少年了 那这些传统媒体难道都不想挣扎 不想奋战 不想去抗争吗 努力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幸运 还是说我们很不幸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 前所未见的一个传播科技 这么的蓬勃 而且发展这么迅速的一个时代 然后大概它的发生是在20世纪的后期 电脑慢慢出来 而且媒体慢慢把网络当成一个平台 可是那时候只是一个静态的平台 你也许可以在上面放一些新闻 就这样如此而已 因为大家并不认为网络可以多么的发挥怎么样的功效 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了传统的媒体 可是随着这个电脑的发展 整个数位化之后 让大家越来越跟电脑的使用密切 再加上它又发展成平板电脑手机 就让很多的讯息呢 可以透过不同的载具去传送的时候 这个时候新闻媒体非常紧张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传统的这个获利的这个主要的媒体 报纸也好 电视也好 广播也好 可能慢慢的这些人都开始转到电脑去 而广告商也都是最会见风转舵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就知道 好像不能再只是像过去一样 一定要有所改变 改变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而且又不是一蹴可及 它其实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还痛下决心 没错 你关心这个问题有多久了 你自己作为一个从资深媒体的人 然后又是一个新闻学的专业的学者 就是你自己关心这个问题 我后知后觉 我21世纪我才开始关心这个问题 我是在进入学界之后 我其实我那时候开2007年 我跟那时候开的课 我就知道我不能再只是单纯的训练写作 单纯的训练这个电视 我觉得应该要整合了 那那时候的网络 其实我唯一感受到它的特质 就是它非常的快 随时都可以接稿 随时都可以讯息发布出去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跟学生使用网络在做这些 可是你看 我2007年的时候 其实在我了解的西方媒体 他们都已经有相当的改变 但是我们国内的媒体 可能比我还慢 因为那时候2007年 还没有现在的这种短讯 对 那这种短讯我并不是说它是一个进步的 而是就是说这种短讯其实就是发挥 网络媒体它非常快速可以把讯息传播出去的这个特质 可是这个特质我们就在这几年才做 但这个短讯又它的品质 新闻品质又非常的不高 但是它又好像我们的很多的读者又认为 看了这短讯就好像已经掌握 好像去够了 就已经掌握所有的讯息 那真的是让新闻专业在被打趴到底 但事实上 西方的这些大的媒体 传统的媒体 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这个英国的BBC 包括CNN 电视媒体等等 事实上大家都一样碰到这问题 可是大家都在调整 都在都在努力的尝试摸索 所以这也是林造真教授 是的 想要用一个概念来统合他 他用了一个词汇 叫做聚合 那什么叫聚合呢 聚合是一种跨媒体的整合吗 单纯只是这样吗 还是一种内容的 整个思索的 包括对新闻品质的 新闻的内涵的定义的 完全的一种改变吗 我们马上回来 再继续跟林老师聊 每一个时代 其实都有 都有他的变化 只是说有些时代变化 可能更快 有些时代变化 可能稍微缓慢一些 所以刚才林造真所长 用了一句话说 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 某种角度来说 如果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蛮幸运的 因为我们真的就看到 报纸最好的时候 三家电视台 老三台最好的时候 然后你看着他们 开始被 比如说老三台被 有线电视瓜分 然后有线电视 有一段时间有几家 叫什么三大三小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 网路出现了 然后有线电视 也现在都苦哈哈了 对不对 然后平面更惨 平面媒体 报警一开 所有人对报纸 有很多的想望 我想赵振英 你还记得 那时候一堆人 跑进来办报纸 我们有一堆朋友 本来在这个媒体 可能只是中阶主管 当那边就当了高阶主管了 对不对 挖来挖去的 成绩何时 现在平面媒体 剩下几家 每一家都苦哈哈的 然后数位媒体出现了 自媒体出现了 社群媒体出现了 好 所以我们很快速的来 你用了一个聚合这个概念 想要来统合他们 简单的讲 这是从转型到聚合 就传统的媒体都要转型 可是怎么转才能够成功 如果以国外的 你看了这么多媒体的 做研究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给了台湾媒体 什么样参考价值 那所谓的聚合 是一种 只是一种纯粹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如平面媒体 弄一点电视 然后那个电视媒体 也弄一点什么网站 然后到底什么是聚合 其实聚合是一个 我比较学术的名词 但它一直发生在你我身边 我们一般会说 它就是汇流 那汇流是什么意思 其实汇流 它有一个流动 流动的概念 那意思就是说 你跟我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所以你刚刚讲电视 它其实也有经营网路 那这两个平台上的内容 某种程度上 它一定界限模糊 而且怎么样相互支援 那同样的广播可能也是 那或者是说 你在网路上 你又可以 你又可以有电视 又可以有文字 又可以有声音 又可以有多媒体 所以像这些 这么多不同形式的资讯 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 聚合在一起 那你我之间的界限 其实都不见了 所以这种情形呢 是我们过去没有 我们过去就非常单一 我们做电视就做电视 它不会去做报纸 或做杂志 但是现在你做报纸 或做杂志 如果你能够有网路 它有更多的空间 容纳更多的讯息 而且可以用互动 让使用者 也可以参与到 你的报道里面 像现在有一些新闻游戏啦 或者是有一些 互动的视觉图表 都可以让使用者呢 更进入你的 你的故事情境当中 让你有更多说故事的 技巧的使用 可以发挥出来 所以就是 这种聚合 它其实是可以跨媒体 又可以跨文化 又可以跨语言 然后跨平台 所以它变成就是说 什么都可以跨来跨去 那就是表示 我们之间的界限 一定要慢慢模糊 那就会让 做广播的人 跟做电视的人 可能是同一个人 或者是 很能沟通的人 就不会再分说 你是电视 我是网络 我们是敬畏分明 这种情形 在现在的数位媒体上 我想是一个 已经过时的观念 好 那我就先问一个 纸板的媒体 平面的媒体 真的会被 数位的媒体 完全取代了吗 我这样问的原因 是因为 也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的平面媒体 或者关门 或者完全转型成 网络媒体 电子版的媒体 所以说这是一个 大概不可逆转的趋势吗 我自己认为 可能在五年 或者是十年左右的时间 我认为网络 好的资讯 是会收费的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 比较混乱的时代 不管好的讯息 不好的讯息 以我们台湾来说 几乎没有办法收费 那这种情形 就让好的讯息 它可能需要 很多的成本 去生产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回收 再加上我们大部分的 网络上的广告 其实大概都被 雅虎 或者是脸书 就是脸书跟Google 这些社群媒体 给瓜分了 那一般的 也很难 非常困难 我听他们讲 好像是六万个点月 有三百块的广告收入 那你觉得这样子 怎么活下去 那所以就是很多的 为什么国内的报纸转型 一直在犹豫之间 是因为大部分的广告 还是来自报纸 也就是说他们在电子版上 或网络版上 他还是发展不出 他的他能够获得盈利的模式 还没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 可是同样状况 比如说我自己上 我自己最常看的了 像经济学人 那个.com 我都是付费的 是 我就是付费 我都是用他几个月付多少钱 钱也不多 你可以点选多少篇 那我其实不需要那么多 我只固定挑一些东西来看 所以你看我就愿意 所以换来 这就是千少一个问题 你媒体要够强 对不对 媒体要够强 资讯要让大家觉得是值得 大家才愿意花钱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国内应该要媒体 有那个决心 要做有品质的内容 那像纽约时报也收费 他其实内容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愿意付 而且他现在又因为各种平台 所以他有各种配套 你订网路 订报纸 或者你就什么 就送你什么 或者说你可以打折 或者什么 然后也一开始 让你先可以试试看20篇 然后第一个月 一定是很便宜 然后前几个月很便宜 慢慢慢慢就稍微 一个月也就是400多块台币 那我会觉得 就是如果指定网路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 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就像我们过去 在传统的报纸的时候 也有免费报啊 但是很多人愿意掏10块 15块来买报纸 因为事实上他知道 看报纸是一种享受 以及他喜欢这种阅读方式 所以如果以纽约时报 这个全世界最有指标性的 平面报纸来做一个比喻的话 做一个例子的话 你也对他做了一个 长期的观察跟研究 他的转型的过程 转型到聚合的这个过程 简单的讲 他做了什么尝试 我看的书里面 其实也会注意到 他在过去也浪费了不少钱 也亏了不少钱 他到现在还在亏 他还是愿意一直在摸索 其实纽约时报要简单的讲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我觉得他在前一年 大概就是 大概一年前就有预言说 他一年后要收费 然后他们在网路上的经营 是把最好的新闻 在第一时间就放到网路上 这一点是我们国内还做不到 他不会说为了要保护资本的阅读 所以有一些东西新闻 只丢一点点 不敢丢全部 他甚至就不管这个是什么时候 也不管说这个新闻一放出来 他再也不是独家 他们其实不 不怕这个 就不怕这个 对 当成第一媒体来经营 这个心态上就不一样了 是 而且在工作上就是 网路的人跟报纸的人 其实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 我比较负责网路的内容 那你可能就是接着你还有报纸的内容要负责 但是我们是坐在附近一起工作 不会说好像我们两个是分属不同的单位 甚至是竞争的单位 其实在聚合的时代 纽约时报 它是已经下定决心 就是当他们要做这个整合的时候 其实从组织上去做一个很巨大的调整 而这种调整 会动到每一个人 所以如果没有完全的决心 以及一个有坚定的决心的强人来执行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在分析这个媒体面对的这个 数位网路的冲击的时候 你也介绍了几个名词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说比如说Data Blog 我们讲部落格 但是你前面加一个Data 然后甚至定位某些 在这样子一个未来趋势里头的 平台上的这个工作者 他也会说Data Journalist 他是一个以Data作为他的新闻职制的 那这个其实是在配合的 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所谓的大数据 这个概念的话 其实就可以翻到传统的媒体 透过数位的平台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一定的优势 他如果有一个庞大 比如说纽约时报那么多年了 经济学人杂志 Time杂志有这么多年了 他有多庞大的资料库 这东西怎么样子 在数学网络的年代里面 如果又能够让大家看到及时的新闻 好的评论 但是背后要点选各种资料的时候 他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让你很快速的 我觉得这恐怕 也给了台湾的这些老的 传统的报纸 一个很好的提醒 马上回来 好 台湾的媒体该怎么办 林兆真教授 在新闻在转利点上这本 由连经文化出版的这本 学术性的书籍 但是里面我都觉得 每一个章节非常适合 现在所有的媒体 任何一个类型的媒体的经营者 都应该可以看一看 从业者都可以看一看 当然大学里面的 对于媒体有兴趣的朋友 不只是新闻系了 很多很多的对媒体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思索一下 更重要一点是 在这个 因为林兆真教授 是一个从媒体 有资深媒体人出身的 说他对媒体是有感情的 而且有一些使命感的 他在这个导论里头 秩序里头 有一段话 最后结尾的时候也很沉重 他说 这个新闻在转利点上 台湾在转利点上 把这两句话当做结尾 就真的看得出来 他把新闻 一个好的新闻 有品质的新闻 是放在跟台湾 我们这个自我定位上 是等同的 完全统一 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 看看美国的媒体 看看英国的媒体 人家之所以还能够 让全世界的新闻 总是要注意到BBC 注意到CNN 就是因为 他还是提供了一些 新闻的典范 跟他追求某些真相的时候 那种尝试性 做出来的成绩 那这你不能不承认 当然这个已经一有了以后 他其实还是在主导 全世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所以我们才会 有时候嘲讽的说 不要从CNN看天下 看世界 那就表示他影响力够大了 所以回过台 就要请教你了 像我们刚刚说的 那你认为新闻在转利点上 台湾在转利点上 为什么 一方面是整个科技的改变 让你的新闻的面貌 它的形态 说故事的方式 对新闻记者的训练跟要求 以及每一个新闻消费者的心态 种种都完全的不同 我这边打个岔 所以是不是也意味着 你在学术界也待了一阵子了 就我们的新闻科班的 这种训练方式 恐怕也要面对这个新环境 慢慢 就算你不赶快调 至少要做一种比较阶段性的调整了 对 这是非常明显 明显 而且这种调整恐怕 包括写作的方式 对不对 新对新闻的看法 写作的方式 以及写作的速度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写作的品质好坏 这个大家还是有目共睹 也就是说写作能力 还是非常重要 对新闻的一个敏感度 跟掌握 我觉得这些本质 跟传统都没有差异 我问一个问题 也是在书里面你碰过的 你对台湾媒体 似乎也从这个角度 有一些批评 就是说 大概全世界现在都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我们要跟社群媒体来合作 甚至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比如说莫迪华革命 他也是从社群媒体里面 出来的一些讯息 让主流媒体掌握到以后 他们做了一个新的铺陈 结果改变了这个世界 可是台湾常常看到的是 OK 这个车上的这个记录器 或者别人手机里面 拍到的一个画面 丢给电视台 就直接用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善用社群媒体 跟主流媒体之间 要有一定程度的 某种新闻的判断 这两个时间要怎么结合 其实我们去了解 国外他们善用社群媒体 这个部分 其实往往是不得不用 那这种不得不用 是因为那个事件发生了现场 记者进不去 没错 或者是太突发 来不及 只有自媒体的人拍到了 看到了 是 可是我们 我自己在做研究 也了解 访问了我们的电视台的 这些新闻主管 我们为什么用那么多 行车记录器 网路上各种新闻 其实得到的答案是一个 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记者 我们的人力很少 我们有那么多的新闻时段 我要填满它 我只好用网路的东西 而且用的很多也是大陆的 因为现在没有人在追究这个版权 所以他们就尽量的用 是很不得已的用 而且是既不花成本 然后又有收视率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就逼得 有点像毒品 就逼得媒体 好像就是这样子跟着上瘾 然后就会继续的 维持这个情况 我用它用 大家就不得不用了 对而且呢 有些播过的 两个礼拜后还可以再播 对因为永远这个 因为这新闻不会过时 对还有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频道 然后观众都被稀释掉 所以你也不知道谁会再看到 那只要能够把那个时段填满 这个新闻责任就了了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完全不讲究新闻品 所以国外在用这样子的数位媒体的 给的新闻说 它有一套什么样的机制 或者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法吗 也就是说照你刚才说吧 听起来 他们原则上还是以自己的 媒体的人的采访专题为主 对 当然我们在谈 美国也有三色星的媒体 英国也有更多这种小报媒体 所以他们的绝对是不足取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比较是 声望卒助 然后值得信任的 有分量的 是 那像这样的媒体 它其实是非常在意培养自己的记者 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记者到现场 可是现在有一些事件 比方说战争 比方说恐怖主义所在的地方 已经记者进不去了 那只好用到当地的民众 所以像茉莉花革命 或者是阿拉伯之村 有非常多的新闻 都是必须要有当地的人 提供这些讯息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像纽约时报 它几乎不用民众提供的讯息 那像这个比方说CN或者是BBC 他们会用社群媒体 往往是比方说 之前有一个海燕台风 对菲律宾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们就在社群媒体上 开了这样的一个栏目 然后呢 让可能有亲友在菲律宾的人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跟他们联络 或者是在菲律宾的人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提供他们在灾区的种种讯息 仅此而已 就是说这些东西 其实他的讯息是停留在社群媒体 不见得会变成我们的新闻时段的新闻 那CN对这个也是有相当的管理 首先他会用十几个人 而且都是专业的训练 绝对不会称他们为小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守门的过程 那他们在iReport这个部分 培养非常多的公民记者 甚至就只要有好的作品 他们会让他变成正式的一个新闻播出的内容 或者是放在网站上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利用社群媒体 在培养跟真的主动的 或者是对新闻 而且很强调新闻的正确性的 这样的一些公民记者做联系 或做赔利 是建立这样的关系 并不是说用他们作为免费的 或是廉价的劳力来填满自己的时段或版面 这里面还不只是免费的廉价的 有点剥削性的审成本的思考 还有一点可能就说 你要怎么去判断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我有时候常看到台湾的这些某些新闻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担心 因为这个时间你丢出来 假如说他是一个有心要来操作的 拍出来的一个画面的话 你真的就不知道 所以我在想 难道台湾的这些 比如说就以电子媒体来讲 你既然在这么庞大的 要吃掉这么多的新闻量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怎么去善用社群媒体 难道你不能类似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子吗 就是CNN的海燕的台风的时候 我可以鼓励你们在灾区或地区 你们如果我们记者不能到那个地方 你可以用你的拍下来画面 放到我的给你的一个平台上 比如一个社群平台上 或者是脸书平台上 然后我再从这里面去挑 挑确定这些新闻值得用的 那换来说你又可以发表 那我又有一个可以筛选的守门人的这个角色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当然你还是要设立一个部门了 专门是一个比如说社群新闻的一个部门来做处理 理论上是应该可以的 新闻是需要投资的 是真的是你要用一定的成本去培养你的人力 他们懂新闻了解新闻 知道新闻在哪里 知道新闻为什么重要 这些人不太可能是 随便扎个手机 或者是把自己家里的宠物的很多动态放上网 然后你就变成你的 六点到八点那么重要的新闻时段的新闻内容 可是呢却反而是那样的讯息收视率很高 那这一方面当然我们已经是大家一直在谈 究竟我们的这个收视率调查 是不是真的是能够代表我们台湾民众的这个老问题之外 其实也显示就是说 我想我们的开机率也越来越低 很多人就是对媒体很失望 那对媒体失望之后又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更多人会跟你说 我现在都不看电视了 但我觉得电视是一个这么powerful 这么有力的媒体 你如果没有发挥它的功能 比方说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比方说在我们国家有重大危机 像2003年的SARS 或者是流感等等 像这些危机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这个从这个媒体最快去掌握资讯 而且一旦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最大的尴尬是 我想赵真跟我应该都会同意的 就是你会发现到你派不出去 非常有经验 有素养 能够快速处理判断的专业记者 为什么 因为你多年来已经疏忽了 对不对 因为你疏忽他了 所以记者都去弄一些杂志巴的东西 他碰到大事情的时候 要不然就自身的退了 退到幕后了 那年轻的没有这种历练 所以他大新闻组合不起来 所以你有时候可以看到台湾的某些 大新闻处理的时候 还是片片断断的 我觉得也可能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好我们一路聊下来 其实聊的真的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 一个缺乏的 像刚刚提到半导电视台 各位来想一想 一个缺乏自己 可以替自己发声媒体的社会 跟国家是多么的悲哀 你所有的声音都被别人扭曲 那同样道理 如果你有 但做出来的新闻都是泥泪 这演也是蛮悲哀的 马上回来 有时候我们才会想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中的黄金时期 但如果你运气很好 你在你的黄金时期的时候 你刚好碰到你所做的工作是一个黄金时期 好像很多人都会认为 哇台湾好像从80年代到90年代 那个时候都是黄金时期 之后好像每个行业都说 都没有黄金时期了 在我们现场的是林造真教授 台大新闻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连经为他出版了一本学术性的书 但是我会推荐给所有的朋友 他虽然是学术性的书 但他探讨的问题是非常有现实性的 新闻在转利点上数位时代的新闻转型与聚合 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媒体工作者或经营者 都应该可以试试看 从这本书里面来找寻一下 思索一下 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好我们回来再请教你 因为你现在也从事教育了 你在学校里面就教育 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挫折感 我的意思是说 你经过媒体最好的阶段 而且也的确让你有很好的发挥 可是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很可怜 他们待遇也没有以前好了 然后工作时数也加重了 然后面对的环境又非常的混乱 常常很多新闻工作者觉得自己不知道为何而战 跑的新闻莫名其妙 你在学校里面教书 你怎么去面对这些年轻的对新闻工作 还有一点热忱的 或还有一点希望的小朋友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现在 我觉得我碰到了最大的挑战 因为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学生相信 他们现在所学的将来在职场上用得上 所以同学最近还跟我说 学资料分析 学视觉化 我们这种传统媒体都不用 又或者是 他可能做了三年 还是被当成一个 琐碎的事都做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去跑很棒的新闻 我自己会觉得可能现在平台多了 这些学生可能很多都是二十几岁或三十岁以内 他们对于数位的掌握 其实可能比我们这一代都来得好 但是他们似乎因为这些科技进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反而让他们思考的时间少了 跟采访对象建立关系的时间少了 因为他们一个记者会现场 他们就要立即发稿 根本没有时间思考 有时候直接用line就聊天了 问事情也不像以前 以前媒体是真的要去跑 去蹲 在那边跟人家磨 关系 这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而且变成很多的新闻都是讲求快速 只要有就好 并不要求深入 因为他们现在媒体为了经营效率 然后他也是用算点数的 就你一天至少发多少个点的新闻 多少折折新闻 对还规定说 你发的短讯在网路上 要保证有收视率 就是点阅率要高 那这也逼的 就是这些记者 只好去找一些软性的新闻 软性的新闻 还可能得到奖励 那重要的 对国家社会有帮助的 这些新闻叫做太硬 好 然后缺乏可读性 好 然后不值得去报道 可是有多少重要的事情 都是在这个硬的新闻里面 才能够看出真章来 才能够真正让你知道说 台湾出了什么问题 对 对不对 我们过去就是对记者 就是认为我们要花时间去看预算书 要花时间去跟采访对象打交道 知道他是说真话还是假话 但是我们现在的记者 因为没有这些时间 也没有给他们这些条件 所以他们变成对方说什么 他们只能引述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这样的工作要做一辈子 叫做一生的置业吗 我想年轻人没有 没有那么容易 就会这样说服自己 所以他们会怀疑 老师你这样口口声声的说 新闻对社会多么重要 问题是 就算新闻很重要 这个重要新闻也不是 我将来工作的时候的内容 我还是要分摊业配 而且每个人都是业配业配 业配的压力 几乎没有一个记者逃得掉 那我不知道我们已经批判 业配这么久 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消失 其实就是报老板没有监督 或者是很多媒体老板 没有监督的情况之下 这些企业主或者是政府 或是任何人做业配的这条路 都能够大幅的报道 他怎么还会把记者放来眼里 他怎么还愿意花时间 去跟记者谈 没错 所以这个都会让我们新闻教育 或者是我们的新闻 年轻的新闻记者 他会对新闻工作灰心 我觉得他们灰心之后 我真的觉得 会让我们在言论自由这个部分上 或者是资讯的产出上 是一个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漏洞 现在很多讯息都来自脸书 很多政治人物也开脸书 很多 所以记者变成 然后媒体直接就用他引他的东西 对 这其实是二手传播 而且脸书 你知道文字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他的意思完全传达 其实也未必 可是新闻记者好像这样子 又把他的工作完成了 你说记者会有成就感 是绝不可能 你说记者因为报道的脸书内容 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推动这个世界 往前 我想都不可能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会让新闻记者怀疑自己 其实连我我都会觉得不要做这样的记者 但是学生必须要吃饭 老师们有一份老师的工作在 那学生的工作在哪里 我也不可能 我只能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跟标准 有的学生会找到那个平衡 有的学生其实 我觉得他们做了三五年 就真的转行 或者是觉得对新闻业失望 想去做别行 其实这种线上不瞒各位都有 那我自己觉得很忧心 我我现在真的是 很希望台湾能够有真的优质的媒体 然后愿意 愿意生产很优质的内容 然后也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成功 这几年也有一些有心人在尝试 我把这个当成最后一个问题来跟你聊 就是说有心人尝试 就是说那不然我们就不要用那么大成本 我在网路上用电子版的方式走 然后我成本小一点 我因为不用纸本 成本网路上也可以随时及时的把一些好的评论 好的就发出去了 这会不会是一条未来的路 应该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但它有一点像是另类媒体 就是数位媒体 它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 你可以通通都出来 但是新闻的这个资讯面 它要热 它要及时 它一定有一定的记者人数的要求 同时它必须守门 它必须过滤 它必须要让新闻正确 所以它一定要一定的规模 我们现在很多很有心的数位媒体经营者 比如说是个位数 是25人 那像香港他们端传媒 可能有90多人 也倒了 因为用的人太多 可是回头想想 它如果不是用了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 让大家认识断 好 所以我们讲到的确是媒体在转利点上 但这个转利点的背后 已经也牵扯到台湾是不是在转利点上 如果新闻媒体过不了这个关卡 或者是说 没有把成功的转型过了这个关卡的话 说不定对台湾也就造成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伤害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林兆珍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教授兼所长 他的这本联津出版公司 为他出版的这本书 新闻在转利点上 是学术性的书 但是却有非常沉重的 也非常贴切的现实的关怀 而且提出来建议 也不光是刚才大家讲的 只是一种感慨 他有很多的学历 有很多的实际的采访 跟面对探讨的经验 从纽约时报 卫报 到BBC 到CNN 然后到很多半岛电视台 还有包括台湾的媒体等等 他都做了很多的触及 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 或者是各个领域的媒体的朋友 希望能够从这里面 找到一些思索未来的养分的话 不妨可以看一看 新闻在转利点上 非常谢谢林昭真所长 谢谢 好 待会六人钟回来 我们有其他精彩的项目 跟各位继续分析 常见到 有随便 你是在我的心 也是在我心 然后我会永远当 当你需要我 隔过来的初音 当我看到 我看你的眼睛 谢谢大家